科文论杰 2017年木兰传奇半决赛 第二小组的比赛 率先出场的是张伟丽 现在出场的是红方选手张婷婷 21岁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简单的资料对比 张婷婷年龄26岁 张婷婷21岁 在其他的资料对比上双方身高同样都是163公分 好 比赛开始 张婷婷上来就想压进去 对 分开就可以打 很聪明 看来 对 就是这种之间的腿法 对 要注意 张婷婷很快 两人互相拼权 好 你看 相当条在拳法发力上 我们能看到两人的身体 身体在拳法扭转上腰马 在使用上 张婷婷是占优势的 但是你得打得高 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 断档的时间 哎呦 这个应该要加强一下这个甩腿的动作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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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婷婷没有做到这个甩开的动作 又是一个 对 就是这个动作 好的 这个三个 有效 有效啊 有效 有效 张婷婷的危险80秒拿好 马上还能压进去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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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叫张婷婷第二局 尤其是在中后半段的时候 他的直线推法就是 没使出来 对 一旦没使出来 这整个第二局的表现 你会发现你头部挨到张婷婷全都比较多了 对 但是都不是 都不是多么大的优势劣势 对 哇 上来节奏加得很快 张婷婷不要轻易使用这种小地边 这个 这个意义不大 对 这还是要直线腿 登踹这个腿法 对 张伟丽还是要多注意点自己打这个拳的距离啊 顶膝 这个顶膝有效果啊 顶膝有效果 顶膝有效果 你看 啊 走走走走 不要转身啊 蓝放上 中文字幕提侯